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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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每年12月10号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地方 这个市政厅它是1930年建立的 花了20年的时间1950年开放 也是为了庆祝当时挪威建成950周年 所以当时它是5月15号开放 它是为了当时把整个很多挪威的这种艺术家 一共343个艺术家使用他们的作品 一点一点的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建成的 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它是每年以这种现场直播诺贝尔和平奖而著称 我们现在开过的这个地方 这个区也是西区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这些个建筑 典型的这种 20世纪初的时候那会儿的建筑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他们是我们在团队的 其他地方 不过的情况 我们现在是我们在团队中